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台北電玩展的會場 那我們現在是在萬代的攤位裡面 那我是特別可可獸 那我們今天要來試玩的東西是刀劍神域奪命兇彈 就是做自由戰爭的那家公司後來做刀劍神域遊戲 那今天我們用絲奶來開始進行這次的試玩 那這一片呢 基本上系統跟之前在PS VITA上推出的自由戰爭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次的版本也跟TGS差不多 可是已經全部都中文化了 那之後的所有的劇情應該也會跟著中文化 那這一次我們就透過大概五六分鐘試玩來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具體的系統長什麼樣子 好 進來 好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幾個夥伴 跟自由戰爭一樣 這是一次可以帶三個夥伴上場 那每個人有兩把武器可以選擇 那目前我選用的是哪次拿具體槍跟火車發射器 玩法很簡單 跟這種戰爭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看到東西去射擊 然後有一個自由戰爭系統就是狗繩 在後面一些比較強的王 或是比較刁鑽的BOSS的時候 會有一些需要你攀越地形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用這個狗繩來爬到比較高的地方來進行射擊 像如果你不想被這些鞋子碰到又怎麼辦呢 那我就直接往上爬 我可以爬到比較高的地方在上面進行G級 他們就碰不到我了 這個構成的系統到後面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會很高 高強度的需要你用構成去操作一些東西 所以在構成方面可能還是要請沒有玩過PSV版 自由戰爭的玩家守夜一下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一個自由戰爭沒有的系統 在這個遊戲裡面是有四種特技 每個角色可以搭配四種 像我現在按下了R1 R1在右下角部分出現了四個技能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用右邊的按鈕就可以控制 像我現在使用爆炸彈 在我的槍上面就變紅色了 有沒有 我現在射出的槍就會變得爆炸 那如果我現在使用鷹眼 我就可以看得更遠 射從會變得更長一點 換一把武器比較容易示範 換這把好了 好 總之這次的技能是只有CD的 就是它是沒有使用極限的 可是你的子彈是有限量的 所以子彈是有可能打完的 在後面比較長的任務可能會需要去撿子彈之類的 那基本的流程就是看到 按照左上角任務幾次把怪打死 然後接著繼續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打不準 你也可以切成按上 按輔助瞄準模式 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輔助瞄準模式會變得Easy 那像每一隻角色的技能不太一樣 而且你有兩組技能可以用 像現在我換成是急救組 就是這一套都是變成輔助用的 那如果我再按回上 再按一次下 它會變成普通的技能組 基本上就是要救人的時候按下切換 然後被人打的時候按勾成逃跑 然後平常就繼續使用技能和槍來把你面前的敵人殺死 就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去找BOSS 這一關的BOSS是要幹掉一隻機器人精英 後面會有不一樣 其實理論上中間還會有很多敵人 可是因為接著時間 我們現在就直接先打機器人精英 好看到了 機器人精英在這裡 那基本上就是各種想辦法躲 像這次有看看那條紅色線是 因為配合刀劍神力這個設定才有的 原本是沒有的 主要就是瞄準線 就是敵人在瞄準你的時候你可以知道 那你就可以接著來躲到一些眼底後面 按左右切換武器 按上下切換技能 然後想辦法用懶神就迴避 基本上遊戲的玩法就是這樣 那當然你也可以靠夥伴來擋 像我現在是完全靠夥伴來擋 剛剛是斯娜和亞斯娜之類的人擋到前面 而且如果你倒了夥伴也可以救你 那如果你是連線的話 夥伴也會有不一樣的作用 那基本上遊戲的流程就是這樣 那基本上以我玩過自由戰爭的角度來看呢 這一片算是比較簡單的 它不像自由戰爭那麼要求高強度的懶神操作 可是後面可能會不一樣 而且也會有不一樣的角色不一樣的技能給你搭配 所以就是多多研究一下 多多研究一下新的武器和新的角色 就應該就可以玩得很好 而且刀剪神玉粉應該很喜歡這一片吧 好 那以上就是在台北的玩家現場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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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